Hello 宝宝们 我正在化妆呢 今天有工作 你们能看出我现在的妆有什么区别吗 就是这只眼睛贴了假睫毛 这只眼睛呢 没有贴 像每次活动啊 最不能少的就是假睫毛 贴完真的感觉不一样 眼睛呢 就会更有神 像我化妆师每次真的贴得行云流水 所以呢 我想给你们看一下 它是咋给我贴的 像我平常贴的呢 就是这两种 一种呢 是一整条的 像这种呢 就是一簇一簇的 不会太浓 太密 也非常的自然 这个是整条的吗 对 整条的呢 然后它的根部的支撑力呢 就会更强一点 但是用之前呢 必须要把它给修剪一下 怎么修剪 剪成一半一半的吗 每一根睫毛的那个长度要修剪 把它修剪得更自然 然后呢 再把它给分段 然后一段一段的 然后粘到睫毛的根部 那像一簇一簇的是什么时候用 对于你的眼睛来说呢 就是特别需要补的那个地方 比如那个地方好像就缺一点点 但是一簇一簇它也有缺点 它的缺点呢 就是它的支撑力不够 对支撑力不够 粘完之后呢 我们再补一点点眼线 和在睫毛的根部 然后就会更加的自然 再刷一些的 增加睫毛呢 结合在一起 好了 现在给大家展示一下 我肯定是学不会的 这个真的需要心细和手巧啊 哎呀 舒服多了 这个呢 正好可以给大家推荐一下 叫肌肤雷 这个鼻喷我一直在用的 喷完呢 就不痒了 而且可以起到清洁这个鼻腔的作用 看到没 这个喷雾是不是特别细 而且还不刺激 里面呢 是海盐水的成分 小孩子也可以用 像我们家就是月亮 有的时候这个 有点小咳嗽啊 或流鼻涕什么的 我也会给它喷 像这种海盐水 喷完以后呢 它的这个鼻涕啊 就不会进到这个肺部里面了 效果特别的好 像鼻腔的护理呢 其实是很重要的 大家一定要重视起来 养成清理鼻腔的好习惯 好了 不知不觉呢 又说了这么多了 今天呢 就分享到这里吧 下次见 拜拜